今天会议的主持人 新世纪文教基金会陈董事长 自纽约办事处下大使 各国自联合国大使阁下 各位接触的写者专家 各位嘉宾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参与案敦请联合国 承认台湾2300万人民 在联合国应该有代表权 并邀请台湾参与联合国 及其专门组织的会议与活动 以维护台湾人民 平等参与联合国的基本权利 以台湾的名誉参与国际社会 不但有助于厘清海峡两岸 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更明确表示我们无意挑战 1971年联合国针对中国代表权 所做的2758号结议 这个结议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 近日联合国 然而并没有妥善地处理 2300万台湾人民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及参议问题 但长期以来却被错误地引用 为把台湾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理由 在联合国的代表参与国际社会 从世代代表参与国际社会 在联合国际社会